接下來的話如果說我要查詢 那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1游標放A1 2的話資料裡面有一個篩選 篩選的話就是它會出現一個箭頭 你就直接把關鍵字打在這邊 我是希望你們可以練習一下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成語裡面 哪一個生肖 12生肖裡面哪一個生肖 出現的機率最高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話 比如說春夏秋冬四季 在成語裡面哪一個最多 四季 有沒有還有什麼 還有 反正諸如此類的你們想想看 還有什麼成語裡面最常出現的 那跟剛剛是什麼 12生肖 然後跟什麼 跟那個季節 還有跟數字 1、2、3 1到10哪一個最多 OK 看起來1好像就很多了 有沒有OK 哪一個最少 對OK 那也是可以這樣去延伸 1到10自己去比對 那比如說我現在查 但是又延伸另外一個問題 雖然已經查得很快了 但是還是需要什麼 人工 當然你要做好幾個動作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讓它變得比較有效率的話 再來你可能就要變成你要寫一點VBA程式 為什麼 因為VBA程式寫完你就輸入關鍵字就好了 比如說我這邊有演示一下 如果我假設我不要用這個方法 因為這個方法變成我還要篩選 然後包含比如說老鼠的鼠 鼠 有沒有 按確定 那它會出現嘛 對不對 然後就一個 頭鼠有這麼少嗎 還有什麼 鼠 你們找找看 因為我這個成語基本上是精簡版 可能一千多個 好像網路上應該可以找到成語數量有破萬個的 好像有比較完整的 另外的話還有一點 你想說老師那問題是我現在找完之後呢 我要讓它復原的話該怎麼復原 有沒有 它如果說查完之後 你會發現這邊有漏斗 漏斗的話呢 表示說它幫你找完就是你要的 漏斗就是留下來的 OK 那如果你要把它恢復很簡單 只要再按一下上面的篩選 它這個篩選有點像是你 按一下就是要 然後按一下就不要 它只有要跟不要 它沒有中間的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恢復的話 很簡單就把它按一下篩選 它就恢復了 OK 所以恢復的話很簡單 就是再按一下 那如果你要再查就再按一下 然後再點這邊一下 然後再進到這邊 再包含它再填 可是如果12聲音效變成 你要做12次這個同樣的動作 你會想說老師那這個很麻煩耶 我想要再簡單一點的話 那我跟各位講 可以做剛剛 如果我剛剛的動作 我不想要這麼麻煩 其實你可以做兩個按鈕 有沒有 兩個按鈕其實 不過這個可能一樣 要寫那個VBA的程式 因為如果將來你要提高效率 然後讓這個 你的ECO看起來 更加的有互動性的話 有效率的話 那這個你要寫VBA是勢必的 那想說老師我不學 OK啦 但是問題是很麻煩 你每天都要在做 假設你要做很多 比如說十幾二十個動作 你每天都要再做一次 你不煩嗎 我都覺得很煩 所以要是有很重複性大量的動作 那我乾脆把它寫成按鈕 按一下 比如說剛剛的動作好了 其實我想要做出來的效果 這個把它取消好了 按下它對不對 它就跳出 請輸入成語關鍵字 那我就打一個什麼 剛剛數已經出來了 那我按牛好了 數 牛的話又不會比較多一點 剛剛數好像一個而已 牛的話有兩個 OK 應該這個 不難理解 九牛一毛 OK 還有對牛彈琴 我不知道我上課是不是也對牛彈 我說我對小朋友小學生上課 OK 是這樣 不是說你們了 OK 那如果我要恢復的話 怎麼恢復呢 所以這個話不能亂講 這講錯話真的是 也會容易造成誤解 那你會發現真的用詞 潛詞用句要精確 真的滿重要 所以你看那個新聞裡面 常常那個政治人物 常常動不動就講錯話 其實他可能沒有那個意思 但是他卻表達不出 他想要講的意思 所以他好像越描越黑 有沒有 越講好像越是有錯 所以其實有時候反而 真的要怎麼樣去培養你 說話的能力 我覺得這一點 也是值得要學習的 這點我發現那個 理學院的學生好像這點滿欠缺的 好像常常持不達意 或者是說想講講不出 剛說不能亂講話 我說部分 某些 OK 不是全部 有些應該 因為我認識的有一些就是 可能因為他比較 不常涉獵文學的相關作品 所以他有時候真的不太 想要表達 但不太容易表達 OK 那這個第一個 所以這個是篩選成語 那如果你要把它恢復的話 之前是按一下這個 那其實另外你也可以寫一個篩選復原 這樣就恢復了 有沒有 而且滿方便 按一下 剛剛已經查完牛 虎也查了 那兔好了 兔 兔有什麼 應該兔會多一點吧 至少手珠帶兔吧 按什麼 按確定 兔只是狗瘋 他只有狗瘋 所以這個我講說 這成語其實沒有很完整 如果你們想要找更完整的 請你在Google找一下 有沒有 成語大全之類的 網路上應該有啦 你們可以拿來用沒關係 然後把它 復原 好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你想說老師 這個兩個按鈕會不會很難做 那我接下來講一下 這兩個按鈕怎麼做的 其實還滿簡單的 程式 大概只有幾行 大概只有兩三行 這個只有一行而已 這個好像只有兩行 還是三行有點忘記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呢 我如果要做這兩個按鈕之前 我把它恢復一下 假如這個沒有好了 OK 然後 一樣開發人員 所以這個開發人員 前面講過 其他命令 這個一定要 制定功能區 這個一定要打勾 第二個的話 你直接在Visual Basic點一下 然後呢 把這個程式打上去 你會發現 剛剛寫的程式 非常的淺短 其實只有 篩選成語只有兩行 然後呢 復原的話 只有一行 那關鍵的地方 其實只有這個 這個方法 叫Auto Filter 所以呢 以後你只要 Auto Filter實際上就是 就是中文裡面 我們那個按鈕名稱叫篩選 所以篩選 其實英文意思就是 Auto Filter 然後 Auto Filter 後面的話呢 其實 你告訴他說 你要查哪一欄 因為這邊總額幾欄 一二三嘛 查第一欄 後面的話呢 你就跟他講說 你要查什麼關鍵字 最難的應該是這一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這個我先把這個有一些字 首先第一個 我先把這邊 第一個的話請你們 直接一樣 在這個模組裡面 有沒有先按右鍵 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我前面講過 反正你一定要寫VPA程式 先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那把程式寫在這個模組裡面 那我因為我們要兩個按鈕 所以會有兩個Sub 第一個Sub的話是叫 篩選乘語 Enter就可以了 頭尾就有了 OK 那第二個的話 如果我要篩選什麼 篩選的話 其實這邊會用到 一個物件叫範圍 你要跟他講 你要篩選的範圍在哪裡 範圍叫range 所以range 刮弧有沒有 然後哪個範圍 從A1 到哪裡呢 ABC 所以這邊C ABC 然後這個最下面一列是Ctrl向下 Ctrl向下是1186 當然你也可以用追蹤的 不過我們先不要那麼複雜 1186 好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範圍選起來 好第一步 後面點一下的話 找到篩選 那其實篩選這個名稱 你不用背 你直接打一個auto Auto Auto 大概就出來了 有沒有 你大概打AU 第三個就是了 它叫Auto Filter 篩選 好 那空一格 但是篩選的話 這個寫法 就有點像是 資料裡面的篩選 然後空一格 它會問你幾個問題 有沒有發現 第一個問題是Field Field是哪一欄 那你要篩選的是針對 你這個範圍的哪一欄 那我要第一欄 所以我就輸入1 逗點 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你要找什麼 這個其實 這個提示有沒有 這個叫Criteria 這個叫做條件 後面有個數字1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當然其實 它後面可以有第二個條件的選項 不過我們其實只要一個 那我要找的是 龍好了 比如說龍 這邊直接加一個龍這個字 但是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找龍 應該理論上不會找到 因為為什麼 因為在成語裡面 不會只有一個字 一定前面有什麼字 後面有什麼字 那就是跟剛剛包含的 如果你要包含的話 記得喔 請你在龍的前面加星號 星號是那個有沒有 STAR 鍵盤的右邊的第二排 第二排的第一個 OK 右邊算過來 然後後面的話 再一個星號 那這什麼意思呢 不管前面是什麼字 那這個星號 指的就是 它前面一個字也可以 兩個字也可以 三個字也可以 反正不管幾個字 就是它沒有固定的字數 也不管尾巴是什麼 所以這個敘述的話 基本上呢 就是 所謂的 這個包含的意思 所以剛剛我們不是 有沒有 先篩選 然後上面那個箭頭 文字篩選 找到包 其實就寫 這程式就是這樣意思 OK 好 那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現在已經幫我找到了 篩選 這個篩選出來的結果就龍 所以你會發現龍也不少 2 4 6 7個 那你要復原的話 怎麼復原 很簡單嘛 復原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這段程式 把它再複製一下 改成叫做篩選 復原 OK 復原很簡單喔 復原就是後面 AutoFeel的後面不要任何東西 這樣叫復原 所以我要復原 執行它一下 有沒有 復原了 這個的話就龍 有沒有 這個的話呢 就是復原 那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要蛇的話呢 那這邊再打一個蛇 然後執行 蛇就出來了 有沒有 可是你會想說 老師那 那如果我要再找其他的話呢 難道每次都改這個字嗎 這樣好像有比較快一點 但是好像也快不了多少 我希望最好是什麼 它可以跳出一個輸入資料的地方 然後我把它填上去之後 把那個填上去的字 把它補到這邊來 那這個怎麼做 這個的話記得喔 我們就需要用到有一個 一個叫輸入方塊的 那個輸入方塊叫Input 叫Input 顧名字啦 Input的就是輸入嘛 Box 就是輸入的方塊 就是跳出一個InputBox 然後刮弧 刮弧的話就是跟它講說 請輸入關鍵字 有沒有 然後呢 那這個時候它會跳出一個輸入方塊 那我就填上去 比如說我填上什麼 填上猴好了 猴填進去 那問題是你需要有一個東西去接它 一個變數 所以記得喔 前面加一個X好了 X是一個變 X等於什麼 等於就是你填的資料呢 假設你填了一個猴對不對 然後我先放在X裡面 那X的話呢 再來喔 我就把X呢 放在這個位置 特別注意喔 可是問題喔 你那個X要怎麼放過來 一樣嘛 先把蛇選起來 雙一號兩個 先切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X就可以了 有點像是在 以前那個變數吧 串在中 and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好 大功告成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 這個 這個程式 在雲端白板也有啦 你們可以找一下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 哪個地方 這個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啦 第幾頁 在第11頁的地方 就這個 復原嘛 跟那個成語 其實一模一樣 你們可以自己再比對一下 我主要是跟各位講說 怎麼做 其實就是把X放進來 好 那做好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 先把它復原 然後再來就是執行 input box 跳出來了 那我要找羊好了 羊有沒有很多 那你一定要打對的啦 如果你打錯的 他理論上應該找不到 羊 按確定 有啦 兩個 然後篩選復原 再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當然最後如果你要更方便的話 你就把這兩個SIB 怎麼樣 放到這邊來 有沒有 怎麼放呢 插入 按鈕嘛 OK 把這個拉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 篩選 成語 然後複製它名稱 然後把這個 字打上去就可以了 另外的話 把這個按鈕再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底下 為什麼 因為直接改 它大小會一樣 然後重新指定 復原 然後把名稱再複製一下 再把這個名稱做修改 改成叫篩選復原 好 這樣OK了 那我們大家執行一下 比如說要找 剛剛找羊 兩個嘛 然後再找什麼 找 雞好了 不過雞比較麻煩 它成語裡面好像有好幾種寫法 不過不管啦 反正我們先找這個 按確定 好 那雞找出來 總共有四個 不過衍生性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這個按鈕怎麼變一條線了 跟各位講一下 它這個按鈕 因為它資料隱藏起來了 所以它會隨著它的高度去調整 那你想說要怎麼把它恢復 第一個當然你把它用手動恢復 這是篩選 它又恢復了 它有點像壓扁了 那如果你要讓它不變形很簡單 按右鍵 然後這邊一樣 再按Ctrl鍵 再點左鍵點下 一起 這兩個一起選 然後按右鍵 有一個叫物件格式的地方 對 它有一個選項 摘要資訊 不變 或隨著 對對對 有沒有 它原來隨著儲存格改變 因為它隱藏它就隱藏 你不要變 OK 那就按確定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我再找個 豬好像沒有耶 為什麼裡面成語沒有豬 以前古人不太喜歡罵人家豬耶 現在人蠻喜歡罵人家豬的 對 按確定 沒有耶 完全沒有豬耶 完全沒有豬耶 還是以前 以前不用豬這個字嗎 用屎 可是有屎這個嗎 屎啊 可是問題裡面有 有那個嗎 你們自己可以找一下 屬於害屎的屎 這個嗎 有耶 有耶 蠢如鹿 鹿屎 也有耶 可是問題也罵到鹿啦 所以鹿其實是很蠢的嗎 我不知道耶 OK 所以這個也許 看一下吧 讓它復原一下 這樣就有了 OK 所以剛剛主要 我們就是利用那個篩選 把它寫成VBA 再把重點跟各位講一下 這兩個 一 我們先開發人員 然後找到Visual Basic 按右鍵先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一定要寫在模組 然後把這兩段寫上去 我建議如果可以你自己打打看 如果不行的話 你們再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十一頁的地方 就這兩段 OK 然後把它輸入上去之後 讓它滾滾看 OK之後把它做按鈕 按鈕記得按右鍵 出存的格式 摘要資訊 大小不要隨出存的改變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OK OK 不要忘了 わか Sherlock 好